她就这样物质的存在的这件事情 每每每我看到那样的状态 她很好玩 她把它变成文章的题目 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状态 比方说废弃的啤酒茶的 你看到以前 她还有以前的瓶瓶罐罐的时候 你都会愣很久吧 你想以前这些罐子 有人的手摸过 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你可以想象 最后他们搬走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然后经过了多久 最后搬走 他们这些东西没有带走 而风吹日晒雨打 掉到地上 是什么年月 然后是什么样的状态 到发生了之后 才变成你此刻站在这个 你离开之后 它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的全部的设想一变 它就是一个发呆的过程 但并不表示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追思 或者是这样子的想象 会连接到任何丑怪 或者说丑的或者恶 它不见得会连接到恶 那我反而觉得 我反而觉得 有一些空间形式相当完美的地方 这个 是很没劲儿的 就是说应该这样讲 我刚刚回到讲说 我说回台湾 我看到 我看到废墟 我看到 我其实看到违章建筑 我都很兴奋 就是它很像异枝 就是说 我的某些功能缺乏了 所以我去装这个异枝上去 来完成的功能 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 那它就是任何违章 基本上就是一种都市建筑的意志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在一开始生出来的时候 它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功能呢 那但是或者说 它住进去之后 它才发现它需要这个功能 而它必须 它也找到了替代方案 来满足它这个功能 基本上我就觉得 充满了活力 就是不管是废墟的 令人缅怀 或者看到曾经的生命活力 或这些意志行为 这些违章建筑物的行为 本身我看到的都市活力 或者说我看到 丑得不得了的新建筑的愤怒 它都带给我相当多的活力 这个比较起来 我讲一个我最近碰到的一个 令人沮丧的例子 令我沮丧的例子是 我因为某一个公司 我出差到巴黎 我到 我有大概五天的时间 是可以沿着塞纳河 这个就是整个法国最好的橱窗 就是塞纳河的沿岸 所有的包括美术馆 包括巴黎铁塔 我有机会这样子走来走去 但是我实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的完美 让我非常沮丧 所以我 我先粗浅方便的解释说 作为一个建筑师 我看到一个这么完美的 都市呈现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辈子 都不会有机会参与这样子的事情 但事实上巴黎现在的建筑师 也没有办法参与 那已经完成了 我猜想说应该是这个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是因为它太完美了 它太完美的时候 突然导致一种我的沮丧 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那么嗨在旁边 就是我只有看到三种人在河边 没有老人没有小孩 看到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团体 就是学校去旅行 那个是最嗨的 我想那一群人不管到沙漠到哪里 他们都很嗨 这跟是不是在巴黎已经无关了 然后第二种人叫情侣 情侣在那种那个地方 基本上它是用这个完美的景象 当成照相馆一样 就是这个花钱月下 然后轻轻握握 但是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 它也找对了场景了 OK 第三种人就叫流浪汉 或我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状态 像流浪汉差不多 就是说wondering around 就是说我们可以毫无目标 毫无目的的 你不断的在这当中游走 所谓那个无目的跟无目标 也来自一种没有生命的动能 所以我第一次 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可以早睡 就是回到旅馆 然后吃完晚饭 我第一次竟然看电视 我已经回台湾市几天不看电视 我看了电视 看完电视我就早睡了 我简直就是生命迹象 趋近于零啊 我不需要绝食 我已经快没有生命迹象了 所以我就 我赶快 我就提前的回来了 就是 但是我不想 我觉得在座如果年轻朋友们 你大概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回来以后 跟我的同事 谢大利先生聊这件事情 我说我简直沮丧到不得了 在那么完美的一个环境 他说 你现在才知道 在这个年纪 千万不要到那么完美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残缺的 不完整的 或者是说 为大一般体制所 还不接受的这样的边缘性格 他是反而可以带给我们活力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回到台湾以后 我充分被这个地方的活力 跟愤怒所感染 所以他似乎就灌尽了 我有很多的生命力 那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这个他讲的很好玩 好像丑是一个 丑是一个 作料一样 他说 在某些艺术形式里面 他如果 调度恰当的话 丑的出现 恰好可以使这件事情 看起来更完美 好 那这个 这个我想是趋于 非常非常技术性的 也就是说 这就像我说 我们有一次要把学生作品 送出校外去展 那就有一个好朋友说 太好了 他说我们有一个大厅 全部大理石都铺好了 红国大楼 然后我就说 千万不可以 你的东西那么完美 我们东西看起来就很差 所以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工地 让工地的粗造来凸显 学生的不够粗造东西 看起来还蛮精致的 那这样子的运用 其实是叫做技术上的运用了 比如说如果 如果在某些传统的戏剧 或者是绘画的表达 或者音乐表达当中 它利用了特别不悦耳 或者不悦目的元素 或者不悦人的元素出现的时候 反而可以凸显整件事情 其他的完美性 那我等下还要讲吗 好 那个阿英倩提到的是说 一点点丑的元素 事实上是必要的 我正好 我们刚刚有说过 他讲到重要的事情 我就要举例 所以我就举个例 没有 我要举个例 因为今天正好 我有一个以前学生在 我实际上穿这个衣服 大家看应该觉得蛮怪的 那这个是我一个学生 是实践的服装系的毕业 这个衣服在 它是毕业了 非常优秀 然后要自己创业 然后我当过他老师 所以我就说好 我要定做一件商业 然后我们在讨论过程 我跟他讲说 你绝对不可以把它做得太美 太优雅 那就怎么办 我说你可不可以 你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一个条件 你要去拆一点那个很丑的布 我说像人家那个 花内裤的那种布 把它拆 也要拆一点点进去 其他都OK 结果 结果你看这条 真的是那个内裤的 那个花布内裤的拆 就是一点点丑的元素 其实不丑 其实不丑 你下次再找 这不是内裤 这是Sense Me Street 这是芝麻街 它只凸显了幼稚 我觉得还蛮好的 很适合 我过去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可不可以说最后 也许我等一下会引起我想要讲别的话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在quote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他是 他也是quote别人 他是论希腊诗的研究里面 说到 论希腊诗里面说到 他说这股 对人体令人比较不愉快的层面的新兴趣 就是说 就是讲到怪物 就是像三海经里面这些怪物一样 他在某方面非常类似莎士比亚的风格 那莎士比亚的风格是什么呢 他是 就像大自然 莎士比亚创造的美 我看到莎士比亚创造美的 和丑的 没有将之一分为二 而且 同样丰富洋溢 他没有任何一出戏是完全美丽 美也从来不是决定整体结构的标准 而且我还认为美会让你非常depress 就是说完美 就是你在你在你的工作上 家庭人际关系上的完美 我觉得他是令人窒息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稍微再讲一点 就是刚刚安亦倩讲的那个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事实上我们人就是有一种 对一种完美的一种期待 奇怪的期待 那期待永远在 因此对残缺 对不完美有一种恐惧跟抗拒 那这恐惧跟抗拒 我觉得就是那个恐惧跟抗拒的那个心理 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你的抗拒跟你的恐惧 那个就是 它就会有什么意思的 之后 会有什么意思的 他就会有什么意思的